接着在带您看到的是台东县某国中的13岁陈姓女学生 勿将左手的尾戒带到这个无名指上 结果发生戒指卡死的状况 也造成无名指手指红肿 而校方也赶紧的将学生送医 那么急诊的医师是担心她的手指血液循环不良 因此直接动用了老五钱将戒指剪断 也结束了这场精捆剂 女孩将手放在冰水里冰敷 要将低戒指卡在手指头上的不适 台东一名13岁的国中女同学 一位勿将左手的尾戒套到无名指上 结果这么一袋却卡在无名指上拔不下来 导致整个手指头发红肿胀 校方得知后立即叫救护车将女同学载往医院 而马街医院的急诊医师担心戒指卡在手指头上太久 会造成血液循环不良 进而影响到手指头 因此决定动用老虎钱将戒指破坏 因为基本上主要造成他会担心他远端指头 默奏循环会不好 甚至有血管或神经学的受伤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就是一定要赶快移除异物 然后让他的血液循环可以过去 甚至有时候卡太久真的会造成却有心坏事 所以我们在主要就是先让纱布 有时候有些人会纱布主要是隔离戒指跟皮肤之间 嗯哼 哎呀 回家后面有 然后我们主要先我们会先努力啦 就是删一些插布进去 如果真的不行就是大概是隔离后 然后会用这样我们就用老虎钱 嗯哼 对我们用尖端然后找一个检点就把它弄开了 那小朋友的手指头有没有怎么样 哎没有目前看起来是血液循环是好的 OK 手指头末梢都是血液循环都是粉红色都是很好的 OK 好 他神经学也没有受损对 索性最后医师成功将戒指破坏 并没有伤及到女同学的手指 结束了这场戒指卡手指头的惊魂祭 记者陈建林台东市报导